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厉害 不简单 可是在日据时代转到民国时代 这个阶段里面 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学问不够 如果有医生的侄子 孙孙 不知道该有多好 所以他把我的一些舅舅 我总共有九个舅舅 我妈妈是五个姐妹里面的一个这样 所以九个舅舅里面 一舅 二舅 三舅 四舅 五舅 通通到日本去留学了 因为我阿公有赚很多钱 他小学徒 但是他很厉害 很聪明 智商很高 所以他把一些舅舅都往那边送 连我的大阿姨也去学医 回来都在鹿港开医院 什么的都很厉害的 那后面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我妈妈没有去 是因为战争 我的重点意思是说 当我的外公有这样一个念头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你的人生 你的生命 可能在你的长辈一个念头之下 你活成今天这样 有没有道理 有吧 你是他念头下 不要说是无辜受害者 是他栽培出来的人才 这样好不好 然后我的外公就很希望 子子孙孙都是当医生 于是乎就发布了一个讯息 走村里面如果有人设置一行英 当医生 在那个时代 两万块钱给你 两万块台币 在那时候可以买房子 这样知道吗 你要栽培一个 那个医院的一行英学生 孩子 我就给你钱 所以家里面一堆医生 我家里一堆医生 包括我的舅舅的小孩也是医生 你可能都被他们看过了 因为那个家族这么多小孩一堆 一定有 那也有的到美国去 也是在当医生 那也有的不能当医生 那他就当护士 不能当护士 他就嫁给医生 还是医生的人 对的 就是那个家族的置业 那个是原生家族的恐惧 认为说如果不当医生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所以那个感觉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家我妈妈 很努力很努力 可是生不出任何一个医生孩子 我会念书 但是我跟文科有关 我根本数理不行 连刚刚的33加15多少 我都会搞不清楚 对啊对 真的是不够好 那个 不要讲自己不好 我可以再加强 来 然后 然后我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没有半个是学医的 那只有二弟是建筑师 有到日本去留学 所以我妈妈到最后 人生的最后只能讲说 啊 我小弟在美国的两个女儿 我的亲戚里面也有一个孩子 整个医学院通通读完了 但是他不做 他就不当医生 因为他爸爸也是医生 走掉了 听得懂吧 就是太劳累了嘛 就走啦 那他看到人生到底是 要很苦很苦的 去让自己辛苦 还是每天过开心快乐日子 让自己开心呢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你探讨 好 我们再讲回来 在台湾有一个医生 很可爱 他一直做医生 好啦当啊当啊当啊 当到五十几岁 有一天他爸爸走了 他就把医院关掉了 他现在人在花莲 有空就在海边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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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难听 他就做快乐的自己啦 那个是爸爸的志业 那是家族的 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是音乐的 开心的 住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也是 我们会不会受到 家族志业的影响 而产生一些恐惧 会不会 意思就是说 时代在改变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懂了 让孩子做自己 不要再用一些家族志业 那不一定是他要的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现在也慢慢听懂了 我们有个人的恐惧 有什么 原生家庭的恐惧 也有原生家族的恐惧 还有下一个 就是我们在探讨的 这个叫什么 集体潜意识的恐惧 也就是环境暗示 那我们把下面那句话 一起念一遍 人类对未知有恐惧 这是我们共同的 请告诉我 一定可以讲了很多 我们现在共同的恐惧是什么 讲出来吧 来 哪一个 哪一个 可以讲啊 全球软化有没有是恐惧 太热嘛 以前走在路上还有凉风 好快乐 对不对 现在全部来的都是什么 哈羞 都是热烘烘的 那个热气 就是人生怎么变这样 对不对 还有我们哪些 请告诉我 我们有集体潜意识的恐惧 还有哪一些 很害怕小孩将来怎么样 找不到好工作 会不会 我只要讲22k 你有感觉吗 有吧 好 再来 再来 还有什么 对对对 很担心 未来不知道会变化成这样 可是我们也很厉害 我们不管怎么变 怎么变 都还活着 这是我们真的很厉害 要感谢我们的祖先 让我们的基因都很坚强 这是真的不简单 而且我们会努力选一个 真正对我们大家都好的 我们有智慧的啦 不要把我们当成笨的人 没有 我们没有那么笨 还有 再来想 我们会不会对没钱很恐惧 会不会 会吧 担心不够钱嘛 担心钱不够用嘛 可是你要知道 其实我们讲真的 这些恐惧可以慢慢把它疏解掉 香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 比李嘉诚还更有钱 叫李兆基的 这位先生 90多岁的时候 有人就请教他说 你这么有钱 你是不是愿意拿 百分之五的钱 来换取三十年的青春岁月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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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五不够 我愿意把我 九十九的财富 如果能换到 三十年的青春岁月 我都觉得值得啊 各位啊 你现在有没有比他更有钱 他要的 他没有 你有没有 他九十几岁 你把你九十几捡一下嘛 你还有多少 三四五六十对不对 像我一捡就还有八十 开心啊 开心啊 不要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被很多 自我设限的那些恐惧 所限制的 我钱不够用 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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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有这样的害怕恐惧 其实你很多的 你拥有很多 你只要朋友多交一点 星期一找谁吃饭 星期二找谁吃饭 星期三找谁吃饭 应该活得下去吧 再不行就星期六吃7 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 我们有太多 环境暗示下 完蛋了 辛苦了 没路走 太多的环境暗示 还有我们还怕一个事 我知道我知道 我讲这两个字 你们一定知道 真的呢 那两个字我讲一下好不好 失智 怕失智的人举手 你就让我们画面看一下 很多人怕 你就怕嘛 我们是真的会害怕失智 因为报道上 太多这种 这个人失智 那个人失智 让你觉得 我会不会是 也是高危险群 其实不会的 你只要天天来听演讲的人 你天天看我在那边搞笑 对不对 对啊 很开心嘛 听得懂我的话嘛 对不对 对啊 那代表你没失智啊 对啊 而且失智 就算到最后 也有好处呢 他没有苦闷 没有那个痛苦 他没有那些感觉的啦 活的人 清洗的人 清晰的人 反而比较有压力 你不觉得吗 失智的人反而怎么样 没有那些感觉的 没有那什么 会要死掉的害怕 或者是没有钱的害怕 他没有这些的 我这样讲 不是要让你们 大家都来失智 好快乐哦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 面对这些 集体潜意识的恐惧的时候 我们能够走一步 算一步 把自己先好好照顾好 是不是这样 然后减少后来 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的压力 尽量去做到就好 那也要记得 先把一些句子先写好 如果儿子女儿 有一天如果我怎样 你就到抽屉去把那些纸条 拿出来看 妈妈谢谢你 你喂我吃饭的时候 就好像小时候 我喂你吃饭 很谢谢你哦 那喂饭的人才会高兴嘛 不然就说 快点吃啦 快点啦 所以你先跟他讲清楚 那个妈妈真的在交代女儿呢 这回事你别怕啦 我是在讲说 如果啦 如果 好 所以我们练习 集体潜意识的这些 环境上造成我们的恐惧 我们要学会 一笑自知 但是你也有准备 你有所准备 你会比较不害怕 那也跟朋友 大家聊聊开来 那就会开心 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好 我们往下走 所以 刚刚我们讲了四种恐惧 一是什么 个人的恐惧 二呢 家庭 原生家庭的恐惧 还有一个呢 原生家族的恐惧 还有一个是什么 集体潜意识的恐惧 那之外 你来看 所有的人际关系 三大挑战 就是来自潜意识的恐惧 刚刚那些 所有的恐惧会造成 人际关系 有三个状况 来我们来看 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什么 伴侣之间 潜意识的恐惧 沟通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 一些问题 所以伴侣伴侣 就是夫妻 男女朋友 大家的相处 在潜意识的恐惧 在沟通时 会产生什么 误会 很容易起误会